1月7日 观影轻松打败同门杨景华为内衣代言 活到那天 观影不畏寒冷身穿紫色与粉色内衣 大旧性感与甜美 对于此次代言 观影坦言考虑了很久才决定接受 这次轻松的打败同门杨景华抢下代言 他表示一切顺其自然 感觉 就是很顺其自然的接受 对但是我觉得这次很开心是 因为厂商跟导演也给我很多的发挥空间 然后整支广告我觉得比较不像知识的广告 所以可以让我就是自由的在那个空间里面发挥 就是好像在自己的一个房间里面 然后得到这个礼物 然后有surprise 所以有戏的感觉 也有舞蹈的呈现 在痞子英雄首部曲中 观影和影帝黄渤上演亡命鸳鸯 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要穿着高跟鞋奔跑 很开心跟黄渤学到很多 我的动作大部分都是在逃亡 很多的跑步穿着高跟鞋一直跑 然后穿很紧的裙再裙 所以 因为是一年多前的事情 我还 就是我很容易不会记仇 那时候我记得就跟今天一样 就是一看到大家穿那么多 我就心里想骂 想骂人 但其实那时候还好 就是 逃亡的戏我觉得 因为有黄渤老师带我 然后我很开心跟蔡导 跟黄渤老师合作 来说 来说 那边 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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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